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任何互动 而是在不久前的直播里 非常配合主持人的要求 重现剧中不少表白女主角的场面 然而 不管是当天的直播弹幕 还是如今网络热搜的话题 几乎很少有网友将他们二人捆绑在一起 按理来说 不管是沉香如蟹还是沉香重华 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热度与播放量 在豆瓣等评分网站上 也是拥有7分以上的良好成绩 原本不久前 刘学义还与一起合作的女演员张雨昕传出了绯闻 就在双方团队否认后 网友们还没来得及继续深挖 居然就又爆出了刘学义与如今早已经躋身顶级流量明星行列的杨子一次恋爱 生日聚会上同吃并互喂蛋糕的事情 难怪吃瓜的网友们如此激动 不过 就在不少网友还没开始寻找俩人相恋的蛛丝马迹时 杨子首先就发出了详细的声明 不仅强调他与刘学义只是十多年的好朋友 且当晚聚会时 还有不少朋友在场 甚至还贴出了聊天记录的 不得不说 网友们看完杨子亲自私非闻谣言 还拿出如此多的证据 且不说 是否相信了他 首先就纷纷力夸他 不仅辟谣及时 还罗列出一整套证据 实在是比许多发一些似是而非的小作文 最后也没有说明白事情 恋网友们一头雾水的明星们 实在强太多了 再加上杨子也并非非文体质 许多与他有过合作的男神们 几乎最后都成了他的好朋友 一起出演《家有儿女》系列的张一山 共同主演爆款电视剧《亲爱的》 热爱的的李献等等 每当这些男明星们谈起杨子 虽说都对他夸赞有加 但也只是强调把他当成好朋友而已 而这也让一直喜欢杨子的大家都非常期待 异性缘如此好的他能早日找到合适的另一半